天高海阔 张修杰 受挑战的还是应该外交政策 因为川普这执政四年 川普在国内推行了很多改革 但是令到川普受到很多批评 或者是令到美国在国际地位上得以改变的事情 还是来源于外交政策 比如说川普对很多国家发起了贸易战 令到制造业回流到美国 令到美国的产品的出口 有些得到了利益 有些受到了伤害 那么川普的中东和平政策 也令到中东更加和平了等等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 作为一个具世界领导能力的一个美国政府 他的外交政策肯定不但对美国 对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 那么所以拜登上台之后 我个人觉得他可能受到最大挑战的 应该还是外交政策 那么简单的说 我对拜登未来在美国推行的 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 我怎么看呢 我个人基本上对拜登未来的内外政策 有12个字的预测 这12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昏庸无能左右摇摆前后矛盾 为什么我说拜登的政策是昏庸无能 前后矛盾左右摇摆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拜登上台之后 他的外交政策首先受到什么挑战 我觉得拜登政府现在当务之急 要解决的外交方面的事情 当然就是对华政策 那么拜登的对华政策会怎么做呢 现在一般的舆论都认为 拜登上台之后会一改过去川普的做法 会重新回到奥巴马当年的对华政策 那么奥巴马当年的对华政策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容忍跟迁就 从哪里可以看出拜登会重拾奥巴马的政策呢 除了拜登经常说他要重回到国际多边主义之外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 跟他的外交团队 现在基本上都是温和派 比如说他的国务卿也好 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好 还是整个国务院的一些主管外交事务的官员也好 很多都来自同一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业务 就是帮助美国的企业开拓中国的市场 所以现在拜登的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 他们曾经都在这样的公司工作 大家认为他们跟中国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们应该是对中的温和派 其实对于外交团队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特别是最近我看到台湾岛内的一些媒体 他们基本上喜欢把拜登团队的某一些官员 给他标签为对华的强硬派 昨天我们曾经讲到的拜登政府当中的贸易顾问戴琪 很多台湾的媒体就说他是个强硬派 何以见他是个强硬派呢 据说戴琪过去在代表美国 在WTO组织内部针对中国的一些经贸方面的争议 戴琪的态度十分强硬 其实修旧我个人这样认为 一个官员对某一件事情的强硬 并不代表他的整体政策是强硬的 那么再有戴琪到底对华政策是强硬还是软弱 这要还要看整个拜登政府的外交的线路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开放市场方面 拜登对华政策我认为一定是很强硬的 因为拜登背后的这个利益集团 他们很想打开中国的市场某一个领域 因为过去中国市场的很多领域对外是不开放的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跟欧洲签署了一个中欧投资协议 中国对欧洲做出了重大的让步 这个重大的让步肯定是令到拜登背后的这些利益团体 随闲三尺 所以拜登上台如果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强硬的话 那么强硬的目的就是要帮他身后这些利益集团 打开一些固定的投资领域 过去这些投资领域都是不对外商开放的 现在既然对欧洲开放了 那么这些人肯定也要求中国对美国开放 如果中国只对欧洲开放不对美国开放的话 那么拜登对华政策就会在某一个层面显得比较强硬 中国会不会把对欧洲开放的市场对美国开放呢 这个修杰是有疑问的 因为修杰之前讲过 中国为什么在美国总统 在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前 急急忙忙跟欧洲敲定了中欧投资协议 其实双方都有需求 欧洲现在经济陷入困顿 很想解脱这种困境 而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发生了这么大的冲突之后 中国必须在国际上要找一个强有力的盟友 来对抗美国对中国的影响 那么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之前修杰再三讲过 德国跟法国都想在欧洲事务上 要驱逐美国的霸权 这就令到中欧之间产生一个共同的利益 这个共同的利益 令到中国向欧盟开放了市场 这并不代表中国要像对欧盟一样 开放美国的市场 所以拜登未来对华政策 如果强硬的话 不想逼迫中国开放某些市场领域 是拜登背后这个利益集团 必须迫使拜登要做的 那么台湾问题 西藏问题 人权问题 香港问题 这些外交层面上的问题 拜登对中国的态度 很可能会比川普政府要比较软一点 到底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是软还是硬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拜登最近任命了一个主管亚太事务的官员 叫坎贝尔 那么有些媒体把他译成为坎伯 坎贝尔是个什么人呢 坎贝尔 他是奥巴马年代的一个助理国务卿 那么应该说奥巴马团队一个旧官僚 坎贝尔这个人到底对华强硬 还是对华软弱呢 现在不同的媒体很有意思 有不同的解读 现在很多媒体都描述 坎贝尔在拜登政府当中是一个对华的强硬派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要判断坎贝尔对华政策 到底是强硬还是软弱 不妨看他过去做了什么 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中国有一个盲人的维权律师陈光诚 在奥巴马政府年代 通过种种的途径来到了美国 寻求政治庇护 陈光诚的避难的过程很有意思 他本身是个盲人 他并且在逃离中国之前已经被中国政府软禁起来了 有很多人看着他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盲人居然跑到了美国领事馆 当陈光诚进入美国领事馆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陷入了两难 为什么说两难呢 本来当时民主党政府一向高唱人权 自由等等这些口号 那么当一个中国的盲人维权律师 陈光诚跑到了美国领事馆 美国要怎么做呢 从道义的立场来说 美国当然应该把陈光诚留下来 但是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西亚里 马上就要访问中国了 如果把陈光诚留在美国大使馆 或者让陈光诚到美国避难的话 那么这很可能会影响西亚里的对华访问 大家不要以为西亚里对华的访问 只是一个访问 如果因为陈光诚的事情不去就不去了 其实这种访问 这种高层面的访问 往往双方都有一些已经说好的事情 要最后敲定下来 那么如果西亚里不能够访问中国的话 恐怕很多事情就不能敲定下来 这些事情有可能会涉及到 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也有可能会涉及到 奥巴马民主党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利益 所以西亚里必须访问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个人出面来劝陈光诚 最好放弃来美国政治避难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当时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坎贝尔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 来说服陈光诚 希望他放弃来美国 那么他并且跟陈光诚开了一堆条件 后来陈光诚还是坚持一定要来美国 所以最终美国政府 还是跟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 让陈光诚来到了美国 如果你觉得坎贝尔在这个事情上的表现 还不算亲中的话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事件 就是黄岩岛事件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跟菲律宾政府 就黄岩岛的主权 现在还有争议 本来黄岩岛从地理位置上说 是离菲律宾很近 离中国很远 那么而菲律宾的渔民 一向会在黄岩岛附近捕鱼 后来中国认为 黄岩岛是中国的领土 就派出了海景船 所以双方在对峙 这个时候坎贝尔又扮演了一个调停的角色 那么整个过程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很详细的资料 因为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是最高的机密 最起码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解密的文件 反正我们简单说结果 在坎贝尔的调停下 菲律宾的海军撤走了 菲律宾的海军事后说 这是双方讲好的 双方都撤走 菲律宾的海军撤走 中国的海警船也撤走 但是后来的结果是 中国的海警船不但没有撤走 最终中国占领了黄岩岛 那么菲律宾对坎贝尔在这个事情当中 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十分的不满 菲律宾有一个前外长 就曾经写过一个回忆录 就讲到当时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 菲律宾这位前外长认为 美国是在拉偏价 美国表面上是调停 其实美国的外交立场 是站在了中国的一边 那么如果这种传说是真的话 那么我想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上台之后 骂奥巴马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是婊子养的 我想跟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相关的联系 反正我们从这两件事也可以看出 坎贝尔在过去奥巴马政府当中 他的对华政策是比较亲善 或者说你认为比较软弱的 那么坎贝尔到底对中国是亲善吗 他现在加入了拜登政府 他最近有什么行为告诉我们 他未来对中国的态度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的是拜登未来的内外政策 那么拜登的外交政策重中之重 刚才我们讲的是对华政策 拜登现在基本上把他的外交团队 国家安全团队的官员已经早期了 那么只要经过参议院的听证就可以通过了 那么从拜登的团队来看 很多人都认为拜登基本上 沿用了奥巴马当年的一些外交官僚 那么这些外交官联当初对中国的政策 是比较友善的或者说比较软弱的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现在在拜登政府主管亚太事务 被称之为是亚太沙皇的坎贝尔 坎贝尔过去是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 那么坎贝尔这个人的态度 对华的态度到底是比较友善的 还是比较强硬呢 现在很多媒体都说他比较强硬的 但是我们从他过去 一个是陈光诚事件 一个是菲律宾的黄岩岛事件 我们可以看出 坎贝尔当年在奥巴马政府所执行的对华政策 应该说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 或者你可以把节奏为对中国是比较软弱的 坎贝尔到底是不是对中国软弱呢 其实我们看到 2020年12月8号 坎贝尔参加了一个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是由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委托台湾的远景基金会所举办的 那么参加这个研讨会的 大概有来自中华民国跟美国 还有日本的一些政要 这个研讨会的主题就是 台美日印太安全对话 我们看印太安全对话的三个代表 一个是中华民国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日本 那么参加这个研讨会的 中华民国方面有总统蔡英文 还有外长吴钊燮 美国方面有AIT的处长丽英杰 还有美国的国会众议员 日本也是由一位国会众议员参加 但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人之外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 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这就是坎贝尔 坎贝尔当时的身份是亚洲集团的主席 我们想12月8号 拜登已经非常确认自己能够成为美国总统了 那么这个时候 坎贝尔代表美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坎贝尔肯定知道 他未来在拜登政府当中所要扮演的角色 那么坎贝尔在这个研讨会上 他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 我们从讲话当中又可以看到 拜登未来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什么方向呢 坎贝尔在这个视讯会上是这样说的 他说美国的亚太政策 具延续性十分重要 我们知道当年奥巴马卸任之前 他推出了一个重返亚洲政策 但是川普上台之后 才推出了所谓美国的印太战略 我们知道无论是奥巴马的重返亚洲 还是川普的印太战略 我们都不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两位美国总统个人的想法 他肯定是由整个美国的外交体系 国防体系的官僚 所总结出来的美国未来的战略政策 所以现在坎贝尔在这个研讨会上 所说的美国的亚太政策 具延续性十分重要 等于告诉我们说 未来拜登政府会延续川普的外交政策 印太战略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本来就是川普主义的其中一部分 坎贝尔还在这个研讨会上说 他说美国必须要保证四方对话机制 变得更加稳健跟蓬勃 什么叫四方对话机制呢 就是美日印澳的对话机制 这个机制其实说穿了 就是拿来对抗中国的 而这个外交政策 如果在拜登政府要保留下来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最起码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为 川普主义会继续在拜登政府里面延续呢 前几天我们讲到过这个话题 修杰哥人认为 川普主义依然会在美国 那么这个坎贝尔还在讲话当中 也讲到了两个问题 他说期盼两岸紧张的形势趋缓 并且恢复某种程度的对话 但是这超越了美国的能力范围 而且求在北京的一方 坎贝尔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希望两岸和平 但是这跟美国无关 因为主动权在中国跟台湾手上 如果中国大陆政府愿意缓和两岸的关系 美国乐见其成 但是美国不会做任何事情 那么在后面还有一句 他说美国的目标是信守对台湾的承诺 包括台湾民主以及台海甚至亚洲的安全 我们看坎贝尔这句话讲得很清楚 美国乐见两岸和平相处 但是这个求在中国的一方 美国不会做任何事情 而美国对台湾有一个坚定的承诺 就是保证台湾的安全 这个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就是拜登政府未来上任之后 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会延续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以及对台政策 那么我们看到坎贝尔过去 从奥巴马政府的一个旧官僚 现在变成了拜登政府当中 一个主管亚太事务的最重要的官员 而他最新的讲话 跟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是有所区别的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未来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特别是对华政策 被迫要延续川普政府的川普主义 为什么拜登对川普这么仇视 经常批评川普 他的外交政策还要延续川普主义呢 那么休戒我个人 还是重复我那个判断 拜登政府的很多内外政策 都要受到华盛顿官僚体系的影响 过去川普的外交政策 特别是对华政策 有没有华盛顿官僚体系的影响呢 我想肯定有 那么所以现在拜登的政策同样 他如果想在对华政策方面 完全100%翻转川普的政策 看起来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那么之前呢 有一位手机尾号6927的听众 他在这个留言当中问 他说你经常说的影响政府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其实关于这个影响政府 华盛顿官僚体系 我们过去讲过很多了 那我想其他的观众 也不要觉得不耐烦 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 是让大家更加了解美国的政治 那么我们有些听众 可能这个了解的过程有点慢 所以我在这里重复 再跟这位听众解释一下 所谓的影响政府 指的就是这个华盛顿官僚体系 我们知道美国的官僚有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这个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 往往是这个某一个部的部长啊 或者一些重要岗位的这个首席首长 这些人啊 都是跟着总统来 跟着总统去 川普下台了 这些部门的首长也要下台的 但是美国还有一个更庞大的官僚体系 他们是联邦不同层面的公务员 无论怎么样换总统 他们都不会离开这个政府 所以他们是负责推行美国政府 或者说推行某一个总统 这个任期内的政策的 而这个官僚体制 他们有自己运作的方式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链 他们有自己的圈子 所以这个所谓的官僚体系 就变成了一个影子政府 影子政府过去 我们跟大家举过例子了 当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年代 跟美国总统这个克林顿 经常说要让中美两国 变成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且不说这个目标能不能达成 正当两国领导人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 美军就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轰炸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有很多传说 包括这个南斯拉夫大使馆 拿了美军的这个当时最先进的 隐形战斗机的残骸啊 等等很多传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无论总统怎么说 要跟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美中两国的关系如何如何友好 华盛顿官僚体系当中的一块 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将领 就敢命令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用这个行动告诉他们的总统 告诉他们的三军总司令 如果你想跟中国建立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光是这枚炸弹 就足以令到中美之间产生了很多外交矛盾 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了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影子政府 换句话来说 就是它是华盛顿一个固定的官僚体系 总统换了 他们不会变 所以总统上任想推行一些外交政策 没有他们的同意 他们可以用各种手法来拖延对抗总统的一些行政命令 甚至用釜底抽新的办法 让总统的行政命令 让总统的外交政策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变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看到拜登外交团队的成员 从他们前后不一的表现 我们知道拜登的外交政策 他有他的本意 但是他上台之后 想要推行的话 恐怕也不是能够完全100%改变川普的政策方向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各位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当中的一环对华政策 因为这是拜登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刚讲了拜登如果想要彻底改变川普的对华政策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刚讲到了拜登团队里边的重要官员坎贝尔 坎贝尔从他过去的做法 跟他最近12月8号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们可以看出坎贝尔的对华的态度 今天已经非常强硬了 除此之外 我们还注意一个细节 拜登到今天还没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 我们知道本来拜登在11月3号美国大选投票结束之后 拜登很快就宣布自己胜选了 那么当时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向拜登发了贺电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到了23天之后 才给拜登发了一个三三来时的贺电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中美关系到了今天已经十分敏感了 中国也不想让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下去 那么如果这边跟拜登发了祝贺的电报 那边川普能够翻盘的话 那么这对中美关系将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当时中国政府十分谨慎 那么看清楚形势之后给拜登发了贺电 按道理说作为亚洲头号强国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跟美国的经贸关系外交关系 这么密切 虽然有很多矛盾 但是也很难避免两国之间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应该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这也是过去的惯例 川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之后 很快就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了 而拜登自称当选到现在 他已经跟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通过电话了 不要说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 哪怕在亚洲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都跟拜登通过电话了 但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偏偏就没有通电话 从中美双方的领导人没有通电话 也显示出现在中美双方的外交关系 处在一个不正常的阶段 而拜登这种故意不跟中国政府领导人通电话 也显示了未来拜登政府不可能彻底翻转 川普年代的对外政策对华政策 那么所以拜登已经从他参选的时候 从一个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竞争对手的美国总统参选人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对华强硬的美国后任总统 其实不是拜登不想跟中国搞好关系 而是拜登受到了非常大的制约 这就是为什么修杰说 拜登昏庸无能前后矛盾左右摇摆的原因 那么除了拜登受到很多约束之外 我们也看到川普政府在最后的阶段 也给拜登下了很多紧箍咒 什么是紧箍咒 大家如果看过西游记知道 孙悟空头上有个紧箍咒 那么他如果不听师父唐僧的话 唐僧一念这个紧箍咒 孙悟空就会痛得死去活来 要乖乖听话 那么川普政府给拜登下了什么紧箍咒呢 首先我们看川普政府的国务卿彭佩奥 在川普政府的末期最后一段时间 宣布了台湾的地位 什么台湾的地位呢 彭佩奥公开说 美国从来就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彭佩奥这个说法 过去我们讲过是完全突破了美中建交以来 历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那么美国过去对台湾的外交政策 是由含糊地带的 这个含糊地带就是给美国在外交上 有一个主动的地位可进可退 但是彭佩奥把拜登未来这个可进可退路给堵死了 作为美国国务院宣布的一个外交政策 它是有它的严肃性的 不是任何一个总统或者任何一个国务卿 上台之后就可以轻易推翻的 现在拜登政府很多主管外交事务的官员 被问到这个对台政策的时候啊 一般这些官员都回答说 我们信守一个中国的承诺 但是呢 川普政府包括这个彭佩奥也说 美国信守一个中国的承诺 一个中国的承诺 跟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所谓一个中国的承诺 就是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而不承认中华民国是另外一个中国政府 但是呢 这跟这个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那么美国政府可以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美国同时也可以承认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外交政策 可以说对中美关系来说 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因为过去啊 中国讲到美中关系 中国都强调要彼此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 而中国的核心利益 当然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一定要被中国统一 这是中国政府的核心利益 而现在美国把这个中国的核心利益 已经自知度外了 中美关系在近期内还如何修复呢 这是川普政府给拜登下的第一个 对华政策的紧箍 那么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对台湾的军售 我们知道中国一直强调统一台湾 过去在邓小平年代 讲的更多的是要和平统一 但是现在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经明确提出了 统一台湾的条件 就是一国两制 台湾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就武力统一 虽然现在中国官方啊 并没有明确的发出 要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个信号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学者啊 或者一些退役的将领啊 经常讲一些武统的言论 那么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啊 无疑是不断在提高台湾的防卫能力 这个出售武器啊 给两岸的关系 会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为什么呢 大家试想 如果有一天 美国把更先进的武器 出售给台湾 台湾防卫能力的提高 已经令到两岸之间的 这个军备的优势落差 越来越小了 那么中国就失去了 武力统一台湾的最好时机 这对中国政府来说 是个非常大的压力 等于说你越晚动武统一台湾 机会就越小 所以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给中国的这个统一台湾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那么越是这种压力大 中国就越不会放弃 用武力统一台湾 那么如果中国不放弃 用武力统一台湾 美国也保证了 要保卫台湾的安全的话 美中两国关系 在这个矛盾之下 还有缓和的可能吗 这是川普政府啊 给拜登下的第二道警戊咒 第三道警戊咒呢 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川普政府给这个中国啊 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制裁措施 当中可能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 在高科技行业的这个制裁 比如说禁止向中国出口一些芯片 芯片不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十分重要 比如说中国如果要做这个 大型的民用客机的话 没有芯片 当然是做不到的 包括一些很多民用的行业 所使用的电脑 如果没有美国的高科技芯片 包括连手机 连先进的手机 都很难做出来 那么更加不要说国防上了 最近呢 以色列的空军又袭击了叙利亚 以色列的空军袭击叙利亚时候啊 用的应该是美国的F35 当这个以色列的空军 在叙利亚横冲直撞说啊 叙利亚的这个导弹防卫系统 可以说完全一点反应都没有 问题是叙利亚的防空部队 所装备的已经是俄罗斯 最先进的S300 或者S400导弹系统了 在所谓俄罗斯 最先进的导弹防卫系统之下 美国的F35可以如入无人之境 对这个叙利亚发动这个空袭 这对全世界的震撼啊 应该是非常大的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F35 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呢 据说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的这个电脑运算速度啊 已经比其他国家的防卫系统 要快得多了 什么叫电脑运算速度快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秀杰有一次跟一帮朋友 在看一场国际足球的比赛 那么按道理啊 这个电视转播是现场的 那么我们为了看的更有兴趣啊 大家都把手机打开了 一面看一面在讨论这个足球 其他的几个人在欢呼的时候啊 我所看到的画面 双方还在中场争夺 所以我很奇怪说你们欢呼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进球了 这就是有些这个信号 当我们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啊 其实事实上 它已经发生了超过一分钟了 那么军事上也是这样 比如说你的空军雷达 发现了对方的战机 你要锁定它 要发射导弹攻击它 其实你所看到这个雷达图像 已经是十秒钟之前的 在十秒钟之内 对方的军机啊 早就已经转弯了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图像 你所锁定所发射的导弹 当然就击中不了它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战机 可以在叙利亚上空 横冲直撞的原因 所以没有高科技的芯片 电脑运算的速度不够 在未来的战场上啊 你所看到的图像啊 雷达信号啊 都比对方的慢 那么你肯定在作战当中 你就吃亏了 所以高科技的封锁 无疑是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以及国防科技的发展呢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川普政府最近对中国的制裁啊 何止在高科技方面 在其他领域也有相关的制裁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讲川普政府啊 在他这个卸任之前 给拜登政府设计了 很多有关对华政策的紧箍咒 那么除了相关的制裁之外 我们看到川普现在已经改变了 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的相关规则 因为过去中国的企业到美国上市 可以不按美国的会计规则 但是现在这个优惠也已经没有了 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 川普政府把三家中国的电信公司 从美国的这个华尔街市场下架了 原因是这些电信公司啊 跟中国军方有联系 那么这些政策的改变啊 必然就会影响到中国企业 到美国融资的能力 那么可能有人说 中国企业不到美国融资不要紧啊 还有香港市场啊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了 如果中国的企业要到香港去融资的话 以香港目前这种社会环境跟政治背景 有多少投资人愿意到香港投资是个问题 如果美国政府今后再继续推出一些 限制美金投资香港市场政策的话 那么恐怕中企在香港市场融资啊 也不那么容易了 除此之外 在这个最近啊 美国国务院还公布了一份重磅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什么呢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啊 中国的新冠肺炎病毒很可能是从中国武汉的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这个指控啊 是十分严重的 那么根据这个报告的描述啊 现在在全世界正在流行的新冠肺炎这个病毒 最早是从中国的武汉实验室 无意中泄露出来的 这个报告虽然讲了这个病毒是无意中泄露出来的 但是这报告里面指控说啊 这个实验室跟中国的军方有密切的联系 如果讲到跟军方有密切的联系啊 就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中国是不是在研发一种生物武器 这种指控啊 可以说十分严重 虽然在国务院的报告里面并没有列举出一些事实证据 但是我们知道 美国国务院所发布的报告啊 是有它的严肃性的 这个报告一定会在美国的选民当中 甚至在全世界啊 对中国政府造成一个负面的印象 那么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这个结论最终令到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看法越来越负面 这些种种措施啊 就令到拜登如果想彻底翻转川普的对华政策 就有了很多道紧箍咒 拜登如果想翻转川普的对华政策 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而在拜登修改川普过去对华政策过程当中 一旦中美之间发生意外的冲突啊 拜登所做的一切努力 在美国选民的眼里边呢 等于背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知道美中之间呢 现在很容易发生一些意外的冲突 之前美中之间就发生过 比如说军机对撞事件啊 还有在南海双方的军舰几乎发生了冲撞啊 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对立的气氛呢 这么紧张情况下 而美国又在这个南中国海 在台湾海峡有这么多的军事活动 在拜登努力修缮中美关系的过程当中 一旦意外发生这种冲突的话 美国人民一定会认为拜登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背后财团的利益 出卖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那么那个时候到2022年的中期选举 到2024年的大选 民主党的选情还会乐观吗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说 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有很多舞弊行为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些舞弊行为啊 有一些是系统性的 有一些本来就存在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有个新闻啊 德州已经逮捕 并且起诉了一位在大选当中舞弊的女子 这位女子啊 叫罗德里格斯 他被控在大选当中多项舞弊行为 那么他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 德州现在才采取这个政策啊 第一是正确的 第二太晚了 过去如果德州对于这种 在大选当中的舞弊行为高调的逮捕 高调的起诉 并且给予重罚的话 那么我想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 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大选舞弊的现象 那么拜登现在在这种选举舞弊的疑云之下 当选为美国总统 他本身他的正当性就很有问题了 我们看现在拜登的这个宣誓就职啊 在华盛顿 向他表达支持跟欢呼的民众并不多 但是驻扎在里面的美国士兵很多 达到了两万五千人 这比美军驻扎在阿富汗 驻扎在伊拉克的人数要多得多 即使是这样啊 现在无论是拜登的团队 还是美国相关的司法部门 十分担心 担心什么呢 他们担心这两万五千名士兵当中 本来就有川普的支持者 如果在拜登宣誓就职当天 这两万五千名士兵当中 有人发动暴力袭击呢 那么那个时候就天下大乱了 所以现在据说美国国防部 还有FBI等部门 已经开始对两万五千名士兵 进行背景调查了 我真是替国防部担心啊 在这么短的时间 要对两万五千名士兵 进行背景调查 谈何容易 那么如果万一出了问题的话 那么这是美国历史上 一定是最血腥的一次 总统宣誓了 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这对所有的美国人 对美利坚合众国 乃至对全世界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是 拜登这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他的这个宣誓就职仪式 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 最没有公信力的一次 水门事件的时候 尼克逊总统为了改变 他被弹劾的命运 曾经想过 要把第82空降师 调到华盛顿 当时基辛格就说 你在赤刀林立的白宫 是不可能当美国总统的 但是而2021年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 拜登终于在赤刀林立之下 宣誓成为美国总统了 这样的总统有公信力吗 如果一个没有公信力的总统 硬要改变川普的一些政策 而这个改变政策过程当中 给美国带来伤害的话 那么我想啊 那才是对拜登的灭顶之灾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 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要弹劾川普 并且逼迫这个副总统彭斯 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 要把川普赶下台的时候 川普又讲过 他说啊 这个宪法第25修正案 很可能是留给拜登用的 所以拜登在赤刀林立当中 宣誓成为美国总统 拜登未来的外交政策 特别是对华政策 就会受到很多挑战 而作为拜登这个政客老油条 他一定在这个政策方面呢 就是左右摇摆 前后不移 昏庸无能 讲到1月20号 拜登宣誓就职这个话题啊 海伦在YouTube上提了一个问题 她说问我怎么看 川普在明后天会不会有大动作 那么我这么看 川普在1月20号 不会有任何大动作 他会平静的离开白宫 我个人是支持川普不参加拜登的宣誓就职仪式 因为在川普眼里 拜登并不是一个合法当选的总统 那么川普为什么要参加一个 不是合法当选总统的就职仪式呢 但是啊 我不相信川普会在1月20号 采取什么大动作 我也明白 大家现在在很多这个网络平台啊 看到很多说法 说什么大海怪啊 川普什么诱敌深入啊 最后把这个 什么谁谁谁一网打尽啊 还有这个说什么纳瓦罗 已经告诉公众说 川普已经秘密逮捕了700多人了 这种说法 都是把川普描述成一个不遵守美国法律 滥用自己总统的权利 用一些不法的手段 来保持自己在大选当中获胜的总统 川普绝不是这么人 川普不但是一个守法总统 川普还是个和平主义者 川普不可能在1月20号有什么大动作 其实过去啊 我也知道很多这个自媒体人啊 在网络上发表很多信息 这些信息啊 非常惊悚 也令到很多川普的支持者觉得非常振奋 但是我们回头看这些所谓的信息 包括那些大海怪啊 什么美军跟中央情报局 在欧洲交火等等 哪一次被证明是真新闻 这些假新闻除了令到某一些川普的支持者 感到兴奋之外啊 它更大的效果是误导了公众 令我们用错误的角度来观察美国政治 那么也有一些听众跟秀杰说 他说你看那个某某某的这个自媒体人 他的节目做的多好 有30万有20万的人去看 为什么你的节目只有几百人看 如果你学他们的话 你的节目也会增加流量的 修杰我个人这么认为 我们这个天高海阔节目有我们的原则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新闻 通过讨论让我们更加认识美国政治 如果你觉得那些节目好看 你愿意看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希望把我变成他们 我想我可能会令你失望了 那么所以今后啊 我们这个节目还是继续跟大家讲真的新闻 我们通过讨论新闻让我们更加能够认识美国的政治 还是那句话 陈述事实 讲述观点 是我们节目的原则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拜登一些其他的他所承诺的政策 在未来拜登政府到底会实现呢 还是是一句空话呢 我们明天同样节目时间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